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谈谈关心女性 怎么出了嘴里出了 我嘴里说出来 咱们就只谈风月 谈起风月来 女人谈得比男人厉害了 我们比方说男人 其实男人不太懂得语言 在地球上没有几个 只有动作吗 对 没有人来讲话 然后通常人 我也有动作的 坐下来就所谓的风月就讲几句 而且讲很表面那一层 你问每一个女性 她们总有一些闺蜜 对吧 姐妹一套 坐在那边三四个人 一说起风月 谈男人男女之间的事情 你能有想象有多具体 她们就谈得多具体 那个具体到了程度 那个男人表现怎么样 时间长短 各方面的 那个讲得非常具体的 都是我们一般男人 去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会这么仔细描述的 对吗 你自己反省一下 不是 我这个电视剧里面 表现的很多了 这种东西 对 就是女的跟男的不一样 女的注重细节 男的注重结果 就是有没有 男的就是有没有 女的是前后过程 怎么怎么样 对 而且真的是 就说 比如说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说实话 这个在一起 男的们在一起 谈女的都很少了 对 这就不是个主要话题了 不像我30岁的时候 那时候火力旺 全是这个 但是呢 我就发现我们同龄的这些个姐姐妹妹们 她们聊的都是男人呢 当然是我有限的朋友圈啊 可能更有那个志向存高远的 我是说 我见到的身边很多朋友圈的这个女性啊 跟我同龄的 我就觉得 当然这么讲 是不是有点歧视女性 但是我觉得真的 他们聊男人比我们聊女人多太多了 到了某一个年纪 女人有那种自信 可以去聊这个东西了 我觉得过去呢 因为你在里面还老计较点得失 就是我跟这个人情感怎么样 说不说 到某一个年纪 你不在乎那些东西的时候就聊开了 哎 一君我一直有一个好奇 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我跟嘉辉 跟女嘉宾经常受挫 是吧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身上 从来没感觉到 男女平等的 不是需要 不能这么说 我在你身上 从来没觉得 就是存在什么歧视女性 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有一半 可能有点男性的思维 我觉得我自己是雌雄同体的 谁都是雌雄同体的 对 可能都有雌雞素 你身 都有雄雞素 或者我觉得我就是多点轨道 我可以理解不同的角度 就是说你说 从男人的角度 从女 因为每个人 他聊一个事 都跳不开自己认识的那个角度 所以就没什么错 对了 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到了一种 我觉得我不知道一种状态 崇辱不惊 不不不不 我这个话说错了 我崇辱太惊了 我太惊了 不是 你受宠若惊 假如他真的提这个话题的话 虽然还是不要得罪人 不讲不讲 简单讲一句 叫信任 有时候虽然是电视 摄影机对着 可是有时候一坐下来 就等于是朋友这样讲 那彼此之间有多信任 怎么信任 这句话怎么样解读 那等于是说 我们有信任的话 我就要瞄理一眼 你不会觉得 我在瞧不起你 我在怀疑你 那或是说 偶尔撞到你 你也不会觉得 我会是故意的 你觉得可能不小心 或者说好玩 这信任重要 可能异军之间 跟我的关系 我们有额外的信任 这么多年 军军没摆脚 我觉得我一个大条 有些事情可能就不太计较 谁大条 你说神经大条 我跟你讲 我觉得 作为女性的身份 唯一一点就不好的 其实有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这些笑话 这些东西 其实你别说黄段子里面 其实是有智慧的 有些东西它是有智慧 但是我作为女性 我就其实没法公开讲 哪怕是跟女孩子在一起 有时候我脑子里边 就说句什么 我会想到别的东西 但我没法说出来 碍于这个身份 那你这个休养水平就更高了 你就还是 但是我就是 所以你看 在私人朋友当中 其实红颜知己 蓝颜知己 没有什么男女歧视这回事 对吧 只有我们彼此喜欢的 交往的谈话的方式 可是有时候你发现 所有的问题就出在人跟人之间 你比如在公民社会里 就是彼此不认识 彼此不认识 你任何一个举措 都可能会引来很多的争议 很多不同的看法 你比如说 你看我最近看了两篇文章 挺有代表性 一个是一位女性 一位是一个男记者 两个人谈同一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吗 最近深圳地铁 1234号线 设了这个女性优先车厢 然后紧跟着呢 广州的这个地铁 也设了这个车厢 这个车厢呢 就是早七点半到九点半 晚五点到七点这个时段 有一阶车厢呢 是女性车厢 但是不是说男人不能进 但是就说应该是 女性这个优先 当然呢 我看他们有记者跑了一趟 说哎呀好尴尬 进去之后都是男的 而且男的都不让坐在那玩手机 对吧 但是毕竟就有了这么一个事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啊 早年在北京也有政协委员提起过 但是北京就没敢走先 就因为其实你别看这么个事 猛一听挺好的呀 照顾你们女性对吧 争议非常激烈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广州的这个 女性车厢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个宣传 哎呀我们女的都到一块来吧 就是你再看看下边 跟发奖状一样 这个发的 这是你看这个男的从里边走 走出来 不是说男的不能进啊 能进能进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也是这是哪的 这是日本的 这是很多人引用例子 说日本的女性专用车厢 你看这女性就是在看书吧 不玩手机吧 后面好不容易挑到这一张 这又有一个 你在看 你在看 这个下边是谁 这是李约 李约热内卢 巴西的 你知道有一个事情 你就没有想到啊 这个东西 就是说有人还排 全世界所有搞地铁 女性车厢的国家 在这个 就是可能世界上有那种 平的那个 歧视妇女的那个指数 就男女不平等的 妇女地位的这个指数 排名在一百多个国家下来 基本上都是在70多名往后的国家 那意思都是 这就是男女平等 现状不太理想的 妇女地位不太理想的国家 才搞这个东西 其中当然有分门别类 穆斯林事件 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在伊朗就做过这种 对吧 咱们他 他有他的宗教文化的原因 但是呢 另外一些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比如说台湾 台湾呢 这个都采取过 台湾不算国家了啊 台湾都采取过这个 这个这个捷运啊 什么的 弄过这个 但是呢 弄了一阵就取消了 就是因为就是有争议 就是说你实际上对妇女 有人就说实际上妇女造成准歧视 你把我们当什么 受保护动物吗 难道你觉得那些不是女性车厢的 他就可以性骚扰了吗 或者说难道我们要是进了男性车厢 那就表示我们就愿意被骚扰 就愿意骚扰了吗 所以我后来又看那位这个男记者 叫叫王智安的吧 写篇文章 那个基本意思就是说你真是啊 不知道好歹 没有你你刚说的 其实我想搞清楚一下 因为你日本那个叫女性专用 那你说广州那个叫女性 优先 优先怎么运作呢 你说啊 难道什么叫优先排队的时候 先等女的先走 坐门呢 你男人才能进去吗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假如是优先的话根本没有门了 我男人可以进去啊 那没有关系啊 可是也达不到说什么所谓的保护女人的作用啊 所以要嘛就不搞 其实要搞的就是女性专用 因为女性专用啊 除了说保护女生降低被那个性称犯性骚扰非礼的机会以外的 还有什么 就是他们有个假设的 像日本 以前台湾早期上搞的时候 就说假设在同样的空间里面 我们会比较自在 就算你没有骚扰我 就算你好好的走来一个斗文涛站在那边 我觉得我已经aware 已经警觉到有个男性在那边 然后呢 我就可能很不自然了 可能我会要要要注意 不要走光被他看到 有些可能是文涛英俊 我要勾引他等等 那会破坏了女性的自在感 所以呢 就是说有了女性专用车商 除了跟性有关 就是说培养sisterhood 姐妹情 所以女性专用车商的概念是这样 当你变成说女性优先 那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了 你说你这个香港 香港港铁也有过这个提案 但是最后港铁据说研究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搞了反而更麻烦 就是一个呢 是影响这个人们在车厢之间穿行 对吧 再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港铁只有头等车厢 就是用钱来分开大家 就用钱可以分开的 用性别 其实你刚刚说 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有这个什么舒适感 不一定 我觉得很多女的 你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 就是男的也一样 我的感觉是在 大家主要是为了解决说 上下班的时候 这种人贴人嘛 这个 其实这个时候有个问题是 所有人的尊严没有解决的时候 就是这种不舒适感 没解决的时候 你单说把女性给弄出来 能解决 这个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你为什么不考虑说 你干脆你多开点车次 对吧 你或者怎么样 大家不要在同一个时间 去上班 你先解决了所有人的不舒适感 你再来谈论女性的这个舒适感呢 你讲到头等舱的问题 这是讲到了一个要点 就是人家就说啊 说问题在于什么呢 你想享受什么样的交通 就是快速 什么方便 快速不拥挤 廉价 比如说你网约专车 你不拥挤 快速 但是不会廉价 那早晚高峰时间 全世界的大城市 你要快速又廉价 你就不可能不拥挤 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么在拥挤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性骚扰 好像就是那个 现在这个有些女权分子 当然也爱说 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什么的 就是说我穿暴露怎么了 我姐姐爱不穿都行 你也不能碰我 但爱这么说 但是呢 毕竟啊 第一难以定性 第二呢 这个地铁车上挤那么紧呢 男女身体紧密挤在一起啊 最后真闹不清 是谁骚扰 也不能说 就最后 真的 我小时候就有一次 我很小 十岁左右啊 在公共汽车上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能 我拿了一个 那个文件夹一样的东西 可能贴到了一个男的 我一直也都不知道 他就老看我 老看我还在想 你干嘛看我 你干嘛看我 最后他跟我说是 他觉得我碰了他 对啊 我这完全没有意思 对 所以你说 你知道最著名的北京地铁 那个段子就是说 哎呀 那地铁太挤了 把我老婆都挤流产了 你算什么 我老婆挤 我老婆挤回孕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看我还可以念一段 咱们这个广州 有一位这个女性的作者 叫侯洪斌老师的啊 你知道他写这段话 也挺有利的 说这个解决这个 这个性骚扰的办法 变成给女性设计专用车厢 这明显是搞错方向 因为这是什么呢 用限制潜在受害人群的行为 来防止犯罪 这是把女性合理的空间 让渡出来 给潜在的犯罪者啊 甚至什么官方微博 珠江新城在线就说 哈哈哈哈 只有一节女性车厢 喜欢贴 喜欢贴男士紧一点的 还是有选择的 说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我下巴女子不能 尤其不能得罪女作家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现在给你女性车厢 还不去女性车厢的女生 就是默认喜欢性骚扰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 能够像男女厕所一样 分出男女车厢 那么共用车厢就不可避免 他说什么怎么着 你同意吗 我觉得他里面 其实比如说我就这样说 我在伊朗的时候 我坐过他们的列车 但我没有去那节 那个女性专列 他们是这样 他们也是就是说 你女的可以去那个车厢 你也可以到别的车厢去 他们还真不是完全因为 就是宗教的原因 因为公共汽车上面 男女的都也在一起的 他只是也真的 他们是出于说 女的你怕被骚扰 或者说你愿意 你更舒适 因为他们那种国家 你可以去那 但不阻止你去别的地儿 那我去了别的男的车厢 因为当时我 正好要跟一个采访队长聊天 他说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这里的 我没有觉得别人 那可能也是很短暂 我不觉得说 这就理论上就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过来就被你们 就愿意被你们给心骚扰 不会 而且一般的男士 比如说你们 你们也不会说 我原来不想去骚扰人家女的 现在我发现 你不去女性列车 我就可以骚扰你 你也不会有这逻辑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煽动是非常可怕的 我本来没这个想法 但是我看了 你现在有这个想法 我看了这位侯女士的想法之后 我就说他说的也有道理 他也不是光为女性着想 他也为我们男性着想 他说你画出一个女性车厢 你又把那些个守法 有德的男士们 至于何地呢 那那意思坐在男性车厢里的这帮男人 你把那我们 对 你明白吗 他就一说我本来没这个感觉 他就一说 你把我们都当成小性骚扰你的 把我们关到另一车厢去 先假设我们是色狼 没有这些讨论 你要讨论好久了 这日本搞了那么久 我记得那时候日本的讨论 我们那时候看新闻好久好久以前 就说居然有女性专用这个东西 而且非常诱惑 想到我成长另外一个 就想往里端是吗 另外一个志愿就是快点长大 然后又要跑进去 所以那时候的讨论 我记得重点在于什么 正经的话 这些所有讨论 女性主义者 左翼的右翼的 全部要讨论出来 可是当时的 为什么还在推行呢 是说好吧 请各位关于性别意识平等 怎么样来建立培养 请继续慢慢讨论 先让我们有了这个专策 你需要的 你自己选择 没有人赶你上去 你自己觉得需要的 请你上去 你实的 我需要 我不能等你再讨论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真的做到 才真的是男女平等 我不需要这样讨论 这个跟什么女性参军 还有什么女性厕所的比例 对不对 每一次一出来 好 可是又有争议 对不对 那我不能等你讨论那么久 等你全世界搞好了这个 你才保护我 而且我不会因为有了这个专用车商 而不推广男女平等 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是公共政策的问题 很现实 水清无语 我不能等你 两方的专家坐下来讨论完再说 有些要看具体的城市 他的人到底要求什么 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 我跟你说 总要解决问题 什么都得考虑 中国国情 你看这个报道的标题 它实时上的问题是什么 尴尬了 深圳地铁首开女性车厢 结果塞满了男乘客 女性优先 你没有说他 他一直不到男的坐哪都不让坐 你知道就是他有一个 你不承认男女有别 挤地铁女的挤不过男的 对吗 他有时候也不见得为防性骚扰 他也是考虑到女性在身体上 的确要挤 那咱们能不能先把排队上车的问题解决了 倒过来考虑 我想真是问一句 他这个设女性专车的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 是爱护我们女性吗 如果是爱护女性 可不可以第一 商场里面哺乳室再多一点 那个女的厕所能不能再多一点 社会上能不能跟我们同工投筹再多一点 你别这些大的 就这个大方向的事情都没解决 你现在跟我就来一个粉红色的专列 好像我们就好开心的样子 还有一些搞一些什么 女性停车场 我看好多都是商业考虑吧 没有 进去 把我们当熊猫其实为了赚钱而已吗 没有 假如用日本人的说法的个案 就是说没有人说你刚说的情况不考虑 只搞女性专车 可以多搞 问题是你搞了到底是针对什么问题呢 比方说文涛说排队挤不上去 你说的太好了 你先搞好排队 你先搞好排队 然后深圳地铁也好 广州地铁特别 我们每次去有一个感觉 对 都挤 香港也挤 然后有些是叫什么管理员 管理员那些保安是什么 站在那边 香港也有举牌 日本也有 请往这边走 请往这边 可是为什么需要像赶狗一样呢 比方说我们在深圳看到 有些保安员在那边 拿着一根红色的什么灯棍 打你吗 去去去去 快去去去去 我觉得是多么不自在 假如你在 这几人比较好 因为归了香港地铁来管 在这方面排队也好 管理文化也好 大家友善 多一点笑容等等 比方说过关检查 好吧 你为了保安检查 那个包包 对吗 不要用假的X光机 不要 大家 你检查的人 那个管理员知道是假的 我被检查的人 也知道是假的 我说他根本眼睛都不瞄理 你在那边检查包包的时候 管理员就聊天 昨天打麻疹 没人管 所以我觉得这些解决了 就是说到底 就是说你人的共同的尊严 你没解决 你单去讲女的尊严 为什么有的那些 这个女性主义者 他们对我挺有意见的 有时候一说 你知不支持我吗 我其实挺支持的 但是我总考虑说 好你讲这个女权 我们能不能先讲人权 我老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几方面少要一起来讲 我都同意 但你光说女的要怎么样 女的要怎么样 好像首先就把我们自己给特殊化了 但是设这个女性车厢 那到底女性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 你管得好 当然喜欢你 如果管得好 真的能够顺顺利利 让保障了女的能够上班的这个时候 他们说最理想能在里面去化妆换衣服 日本的就是这样 能做到 好 但问题你现在不是没做到吗 还是管理有问题 就说到底 我们的所有的问题是管理上 就是没有做好 所以咱们这个定位上也有模糊性 叫女性优先车厢 你干脆 现在咱们的孕妇优先座位 都有人抢着战 不让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有机会了 讲吧 我是说前一阵子去世国 陪我老婆去拜佛 八十八临场 八十八个跟那个弘法大师 有关系的寺院去看 然后其中还去了小豆岛 就从世国那边高知那边坐船 过去 反正我是没有预期说 原来叫船里面 三层的船 然后都有女性专用的房间 我们坐什么JR 坐地铁会有 知道 你没预期嘛 所以我根本没看 然后一上去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一进去 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 好安静 女的坐在那边我也坐着 然后突然后来旁边有人 就鞠躬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然后就请我出去 然后指一下那个标签 我就明白 可是那种礼貌的态度 觉得她对不起我 感觉好像说她对不起我 这个地方是女性专用 好像是她冒犯我 而不是我侵犯了她们的空间 那我当然要对她鞠躬 这叫多小度 90度鞠躬 100下 然后就出去这样子 我是那个 她们女性专用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 我猜大部分吧 公共交通工具都有 而且她们说到底 就算是女性专用 我在想象 假如发生在其他地方 可不可能在后面 就一拍拍我 或说大声 女性专用你干嘛 干啥这样子 那这种礼貌周周 就是尊重的问题 而且这个真的还得是 她要不是说 国情文化都不同 你还别说 你比如说你像北欧 一些国家 你要搞这个女性车厢 确实当地就会 她女权就会反对 她对这个很敏感 就是甚至于就是说 英国人讲这个绅士风度 就是那潜藏着 意味着我女的是弱者吗 但是你看像在日本 它完全是另一个逻辑 就是这是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怀 考虑到女性特殊的 有一些哺乳的需要 这个化妆的这个需要 那么你说这个比较 简直很难绝对的说 谁对谁错 在欧洲 我以前以为是他们的女权 要比我们做得好 但是你跟他们聊 我发现他们其实还不如我们 就是好多时候 他们心理上 觉得那种弱势感 比如说他们说在职场上面 女的要穿的比男人更男人的感觉 就是一定是那个西装 陈衣那样子的 然后那个头发要剪得很短的 才显得你有和男人一样的这个能力 他说你们中国女的 你穿个裙子去参加一个什么 就是好像很多精英的 中国女的越发会显出自己是女性的这个感觉 但对他们来说 我一定要穿的跟男人一样 才显得我有这个能力 这个对 这个是大家这种文化落差是蛮大的 就是蛮大 所以你比如说他们就有人讲 就是说日本搞得挺好 但是日本的妇女地位排名在世界上就不算高 而且日本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他对人的欲望 你刚才讲这个性骚扰 确实日本的电车厂性骚扰也很多 所以他也有这个含义 就是弄这个女性车厢 防范一些潜在的 但是一方面日本人很谦让 另一方面 他的一些个色情服务 满足这种欲望 你知道这种在拥挤的车厢里 就是日本有一种色情服务 就特别逗 就是说啊 就这个变态佬啊 一定要加这个中文包 那就是一个大巴士的大轿子车 那个那个箱子 哎 加回买 你刚才都看到那个眼神不对 那服务也没别的 就是一群穿着办公职业装的一些女的 一群在这个大公共大巴士里 就挤着这个变态佬 这变态佬加一个公共帽 加戴戴戴这个眼镜 然后那个车呀 是带跟那个游乐场 那个带震动的 啊 就 一群就 他好舒服 最后叫多少日元 走人 你好 又当良民去了 你说是那个服务 对啊 他就有这种 景色服务 就专门满足这种 没有 你用满足两个字 可能不止满足 是要挑逗你这种欲望 有人反对 因为 还有 parking 感谢观看